大家好 我是堅持介紹的大家好 房子的大騎 今天來到豐原 那我們現在站的這條路呢 它是智強南街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智強南街它的寬度非常寬 大概有10米 那往這個方向的話 可以到我們樂天街 樂天街那邊就有樂天宮 還有那個我們 就是太平洋夜市 去到那邊大概2分鐘就能到了 所以都非常的快 如果我們要去我們豐原的火車站 那騎車也大概5分鐘就能到了 那往這個方向 我們這個方向呢是我們的田新路 那這邊可以往我們的圓環東路 這邊順著 路走 也可以回到我們圓環東路 大概騎車大概20秒就能到了 非常方便非常快 這邊就是往我們 鐵路的部分 中山路 中山路 對 往中山路這個方向 好 那 已經跟大家介紹過這邊的地點 我們來介紹我們這個平房 它的路況 它的路是從這邊進來 智強南街旁邊這裡有一條小巷子 這邊它的地址它是我們田新路一段的 它是田新路一段的巷弄 前面這一端比較寬 好 這邊大概4米 但是轉過彎之後 這裡剩3米 這邊剩3米 所以其實如果車子要開進來 是有點勉強 那而且它的現況 目前也是沒有車尾的狀況 會需要再改過 因為說平房嘛 它的屋況就是比較老舊一點 像說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木頭 其實這個 都已經有掉下來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裡面的內容吧 它這個已經很久沒住人 所以說 像我們看到地上其實也蠻多垃圾 都沒有清理 所以其實就是買了就是 你要有 有心理準備就是要全部整理過的 好 那很明顯它這個 天花板木頭的部分也都已經有掉下來 它整個屋況也都是 脫落 就是壁癌跟那個 裂痕都蠻多的 所以我們這個 房子的話它最主要是 土地比較有價值 我們就直接不往裡面看了 因為裡面 的話其實屋況也都不好 重點是在於這個土地的話它是 住山 所以說它有 60、240 可以蓋 其實這個房子的話重蓋會比較漂亮 好 現在我們已經看了這個 林房的地點 那最主要呢 是跟大家講說 我們開價 竟然只要580萬 這樣子 地坪單坪換算下來 竟然一坪只要18萬 非常的便宜 住山建地 60、240 容積也非常的高 非常有價值 歡迎來電 約而看地